Hello 大家好 我是Wang 那這次這條影片就為了慶祝我的頻道 成功營運 我就是在Instagram那裡開了 Megming的APP 就叫大家問我問 今次這條影片就會 詳細地 真心地 真誠地去解答 你們對我的疑問 因為我沒有相機在身 所以我正在用iPhone去拍 那就順便試一下它清不清 但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現在就訂閱了之後再去看 那大家就繼續看下去 那我收到的問題 我將它大概分成四個Category 我自己個人方面 愛情方面 麻界優 和未來發展方向 我現在逐條去解答大家 上一集解答了大家 關於自己和麻界優方面的問題 如果還沒看的話 就記得重溫 今集就來解答大家 關於愛情和未來方面的問題 Let's go 好了 現在到愛情方面了 你們的問題真的夠了嗎 第一次是什麼時候 多少歲失身 現在還未女兒 那就是19歲 有沒有試過 沒有做安全措施的情況下 進行升行為 那就是 你們自己猜一下 口型 和文謙一齊 對了 其實你現在給我一個機會公開 其實我是真的和文謙一齊 馬加優工作的 我們大學是同一個Club的 然後他就有師兄 我們就是不折不扣的 那些叫什麼 友誼的Friend 所以不要想多了 然後有沒有拍拖 沒有 你的樣子好可愛多 就是混問號 我覺得不多 因為我覺得 你入馬加優之前 更加多 我不知道 是大家會覺得 變成一個公眾人物 然後 你身分很奇怪嗎 不敢加我嗎 沒有 我求求你們加我 拍過幾次 我拍過一次 我從來沒有一條片 又說 為什麼會跟Ex分手 就是因為他那個時期 就覺得他會專注在工作事方面 因為就是這樣 最瘋狂的一次性愛經驗 蛤 不瘋狂 我跟大家一樣正常發揮 有沒有喜歡的人 現在沒有 如果boyfriend 因為工作關係 一個星期只可以見一次 拍不拍感情會淡 我覺得如果我們可以用到電話 或者Facetime 我覺得OK 沒有問題 因為上一次拍拖的時候 我會覺得 我不行 很想念你 但是到現在我覺得 覺得答太多 反而不是那麼好 你把你所有東西給男人 他就會 沒有新鮮感 他就已經對你沒有興趣 那我就下次會學會 要給點不給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交流的工具 去溝通到 應該就不會太 喜歡什麼類型的男生 喜歡高過我 年齡 大過我 上進 就是他會有自己的目標 會向自己的目標去進發 然後喜歡做健身 或者喜歡做運動 我會加分 因為我自己都喜歡 那就可以有共同的興趣 然後希望這段關係 我們一起 會有一個 正向的發展 一起成長 可以去哪裏 和你鮮後 喜歡你有沒有什麼可以做 追求阿Wing 調隊 尾牌路 你現在一個 你就是第一個 他去哪裏和我鮮後 有沒有什麼可以做 我覺得就是 聊天 聊天入手 因為我覺得感情都是聊聊天 自然會培養出來 然後就會知道 大家是不是對大家有興趣 然後就會再下一步 好 現在就到了 關於問我 未來將來發展的一些問題 有沒有想過向毒唇這方面發展 沒有 你一定是看著我麻將那個Live 覺得我鼓歌仔很厲害 身材樣貌都這麼高班 有沒有考慮過離開澳門出去廠 身材樣貌一定不是超高班的那些 但是是正常樣貌 然後正常身材 我都不是那些超fit 但是我將會變成超fit 我在那邊Live 然後有沒有考慮離開澳門出去廠檔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 因為我也是一個很喜歡 認識外面的東西的人 我自己很喜歡愛國文化 即是歐美那些 很爽很open 所有東西都很bass 那些 那些很棒 短期目標 如果關Youtube事的話 我就希望我兩個星期可以出到一條片 如果關我自己自身其他東西 我就希望自己會 維持著做運動 維持著每天喝2000ml水或以上 將來做什麼工作 還是會全職做Youtube 我覺得你真的很適合做幕慈 我也覺得自己很適合做幕慈 但是因為我自己就是很喜歡表演 還有很喜歡搞笑 然後有什麼動力去做Youtube 因為其實這個表演或者分享 就是我自己本身的興趣 我現在有機會 可以將我自己的興趣變成職業 那我當然想嘗試 所以其實現在都是初試期間 如果我之後真的 沒有了錢 我也真的要出來工作 那這個就只可以變回我的興趣 將來做什麼工作方面 我就現階段 都會努力去做好幕前的職位 發展我的Youtube頻道 再到未來 其實我同時 現在都是讀營養學的Diploma 還有我都有去考 健身教練牌 因為這個都是我興趣之一 然後將來都會多出道給自己 他可能是做營養師或者PT或者其他 不過這件事我都會同時進行 那到時如果有學到更多的東西 又可以在這個頻道和大家分享 想成為一個怎樣的自己 想成為一個不要被 世俗眼光打敗 不好活在別人說話口中的自己 因為我自己怎麼想自己才是最重要 我不需要他因為別人說的東西 而影響自己的想法 那當然善意是好 但是如果攻擊性或者是 他是因為羨慕你 或者是妒忌你 而說出那些話的人 我覺得就無需要離會了 所以我想成為一個忠於自己的自己 覺得自己是社會是一個怎樣的定義 我希望我是這個社會上的能量補充劑 我希望我是可以發放到更加多的開心 正能量去影響到大家 令到大家在這個滿著壓力的都市下 或者是工作 看完我的影片 或者是聽完我說的東西 也會有些啟發 不用再沉聚在一些負面的位置 沉大可以變回正式一點點 再努力繼續向前衝 好 最後一題 真正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或者是想要而且又可以達到的生活是什麼 希望可以快點 財政獨立 自己可以用自己的錢養到自己 然後繼續身邊會有一幫 資深的好朋友 家人繼續無條件地支持我 理想情況下可以多多一個 另一個半繼續支持我 我又繼續支持他 心靈上的交流 所以我發現我說的這些全部都是 情感上的東西 錢 錢也重要 但是我的比例是講了 友情 愛情 親情 我希望三樣情我都可以有 然後再到金錢上 是我自己 求自己努力實現財富之樂 那就是最好的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最想達到的生活 目標或者是想做到的東西 好 那來到這裡 其實我已經擔心了所有問題了 我真的口都乾了 我想說我應該準備聲音了 然後 平日大家 會看到比較活樂性的一面 搞GAP的一面 更多 但是我希望這個我自己的頻道 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一點我其他不同的面膜 可能是健身 日常 或者一些營養知識 或者化妝等等 希望大家之後都可以一直支持我 或者堅持著我未來的成長 到最後都要多謝 在過往的日子裡面有看我的影片 有Share 有Like 有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麼多的觀眾 因為沒有你們 我現在就不會去到我的里程 比第一步 所以希望我們之後 繼續一起努力 在不同的領域 啊 還有 忘記了說 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在這裡做到我的日常的動態 然後大家有什麼想跟我說 都可以留言跟我說 或者有什麼之後再上我拍片 或者Share的 都IG DM跟我說 今條片就到這裡 好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喂喂 大家不要走 接下來8月13日和14日 我們會在觀塘拜試集 到時11點至8點記得來探一下我們 拜拜 加入馬的